这边是人们在这把这个箱给拆开进行分裂啊这么一个景象 它每箱里面的食品不太一样 刚才我在那给大家展示箱里的食品的时候过了几个人冲碗药 但是他们说的话我还听不太懂 他们说的这个语言不知道这个人在问什么 不太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是要求把这个东西放到那边去 不让往这边放 就是说在这边会造成堵塞吧 因为在出口那个地方有一个回收站 大家可以把不需要的食品呢放在那个箱里 但是那块有点堵塞有点拥堵 大家有点一个爱一个 所以基本上有些领食物的朋友呢就直接跳出来啊 跑到这么一个开阔的地方 在这慢慢的去分拣 我觉得也对吧 这样的避免拥堵 刚才那个女的那个拉丁裔的那位女士 他让大家不让在这拥堵 不让在这块分裂东西也行也行吧 可能有他们的这个要求 刚才我在那给大家展示香里食品的时候 有人过来冲我要东西 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的是广东话或者可能是台山话 然后还有的说的是什么拉丁语啊 我实在听不懂 如果他说英文 我觉得还能理解 他们好像是想要我的这个圆白菜吧 但里面圆白菜我是想要的 所以就没有 就没有给他们 让他们拿 然后一位 边上的一位华谊女士 她送我土豆啊 又送我什么酸奶 酸奶油 不是酸奶啊 酸奶是yogurt yogh 不是yoghurt吗 忘了有没有h不知道 因为酸奶那个词 它后四个字母好像是hurt 伤害这个单词 yogurt 我看一下 我可以 这里有酸奶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把这个词回顾一下 在哪呢 让我放哪呢 我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h 没有啊 对 yogurt 没有h yogurt vanilla natural 自然的低脂肪的香草酸奶 它给我这个大煎饼还不错 第一次在美国看到这么大煎饼 以前看得过 但是我没吃过 所以还不错 然后这个上次我吃过还可以 这个老莫他们的饮食 所以就是 就是这样的景象 然后 这边也是 这边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啊 工作人员在清理啊 在这清理 这个是 特别大的这个卡车 Mikini 什么什么rental 这个大车真大啊 真叫大 这个车 真叫大 这个车感觉 比火车的车厢还要大啊 感觉 感觉比火车的车厢还要大 就是美国这边 发放食品的这个景象 啊 真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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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是拖车啊 它是什么什么拖车公司 它这样的 然后有一些 朋友呢 他们是 把蔬菜什么的 放到他们的包里 他们用那种拉杆车 放那个 然后这样的好携带吧 因为这个箱还得爆啊什么的 比较光滑 不太好 不太好拿啊 好吧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景象 然后 这边一切都秩序还是挺不错的 也算是秩序井然吧 就是这样的在这 呃 大家已经习惯这个状态了 就是一个一个的这样保持 安全距离 然后拿那个票啊 把那个票 交给那个工作人员 之后呢 领一份食品啊 就是这样 好吧 然后这边是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好像也没穿什么马甲啊 没穿什么马甲啊 啊 就准备撤退了 有点凉啊 有点冷 那个 就是 今天是2021年的1月25号 呃 呃 再有大约 15天啊 再有半个月 16天吧 就是春节了 咱们中国的春节 就是牛年的春节了啊 呃 也祝牛年本丽年的朋友们都 健康吉祥吧 啊 就是这样 好吧 这边这个场景呢 就 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下 就完事了啊 好吧 再见了 就是 淡体就是这样的景象 后边那个拉丁裔的女士 是 工作人员在那看着啊 在那避免别人在扎堆 也是 维护这边的秩序吧 他也今天 也不算动手啊 也不算动手 是工作人员啊 他是 看着他那个箱啊 我以为是工作人员呢 不是 好像不是 不是工作人员啊 不是工作人员啊 他是看着他那个食品啊 这边是 咱们领到了食物 用那个环轮车拉着 再把它打开 如果 体格不好 可能还拿不动 还得体格比较结实的 才能够拿得动啊 所以一般的标配呢 是 有这么一个双轮的 这么一个拉杆车 然后 领到食品之后呢 是把它分装到他的拉杆车里 他是先把这个牛奶放到最下边 这是一个亚裔面孔啊 很可能是华人啊 这边也在分裂啊 他还把他不要的好像在拿走 还是怎么着 他那个 我把这个酸奶要来了 这个酸奶不错 这个酸奶 我拿着吧 这个 而且这个杯子 用完之后呢 还可以装 那个圣代菜什么的 他去退去了 我把他这个酸奶要回来了 这个酸奶跟酸奶油不一样吧 那个人去把它 退给那个食品回收站了 食品回收站那边 就这样吧 好吧 再见了 差不多了 这边可能就 可能就这个景象了 走了 再见 再见 在这等一会儿 在这看看他有什么一些景象 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组织方式 算是对美国这边食品发放体系的一种考察吧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这个箱 基本就这样了啊 今天都是白色的啊 以奶制品为主啊 正好现在这个天气有点凉 所以冰箱里边放不了呢也没问题 放在外边他也坏不了啊 咨询也不错 人们的秩序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是 有这个 工作人员是 把那个 食品放在那个箱里 这边能开车进来的一般都是 工作人员啊 工作人员啊 工作人员的车他们能开进来 别人车可能进不来 这边是 领到了啊 这边可以有人不要的东西 我看有的也到前面去拿啊 土豆啊 有的是 一直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一箱正好两箱一点多 两箱的话 就有点撒不开手 他们都是西班牙语他们说的 他们这个体格都很魁梧啊 是相当魁梧的体格 今天的秩序 比以前好得多 就是 比较有序的这样的 往前走 那边呢是 有一个女孩在 分苹果 但是我就直接说 I do not need apples 我不需要苹果 是吧 是吧 秩序还不错 秩序井然 而且这边并不登记身份证啊 并不是 像有些朋友所说的什么 领这个食品 影响这个影响那个 不影响啊 这边并不登记身份 并不登记ID 任何人都可以来领 不管你是学生 居民 还是游客 还是什么情况 都可以 那边是在 工作人员在闹着玩啊 在互相 互相嬉笑着这样的 基本上这边就要结束了 这边 基本就要结束了 这个 穿着一个红尾讯的这个女士 挺瘦的年龄大 这个好像是一个领导 他不断的催促 人们快的离开 不要扎堆 然后这边的车呢 是 我猜应该是工作人员下班了 工作人员他们有的就撤了啊 也是因为 领食品的人 基本都完事了 不需要 这么多人在这看着了 应该是 还有这个老外 他们是骑着自行车 来领食品啊 白人啊 基本上完事了 没有了 没有人来领了 完事了 这就已经接近尾声 就算结束了 就这样吧 是吧 大体就这样了 嗯 刚才那比较壮观的景象就没有了 大家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妈 各找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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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就是这样吧 好吧 就是这样吧 大体就是这个景象咯 哎 准备走了 哎呀 这边这个老美是 他骑着自行车来领食品啊 一个白人 一个中年男士 一般纯白人到这领食品的并不是太多 然后还有用这种小的这种拖拉箱 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绳 然后一个简易的 这么一个小宝宝这样的啊 就算结束了 就算结束了 就是OK了 就是这个景象 OK 我也准备回去了 这是我的视频 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感谢啊 别人感谢 感谢拜登堂